現在我們進入第四項議程 討論及表決關於默遂權議員於2017年6月30日 提交的要求專為辯論公共利益問題 召開全體會議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根據議事規則第139條規定 對於討論是否進行辯論的全體會議簡單議決案 是有時間限制的 辯論動議的首位申請人不作超過五分鐘的引誡 未簽署申請書的議員可以作不超過三分鐘的發言 整個階段不超過半個小時 我們現在還剩下廿分鐘 如果等一下可能會有十分鐘的延長 請默遂權議員引誡 各位主席 我今天提出辯論的動議 這個辯論是行政當局是否需要加速立法設定佛則 強制本澳三十年以上樓齡的舊樓必須定期延樓 以保障市民的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我理由陳述如下 論否則有傳媒報道 他的屋宇署收到舉報巡查 但證實失收 但沒有即時的危險 但一下雨之後 整個露台倒下來了 連家屍連夜飛走下街 那些住客連夜逃亡 澳門近年也因為流雨老化衍生一系列的亂象 例如有傳媒也報導過 下環河邊新街在廣生活大廈 懷疑石屎摩洛 一名女子被擊中 右小腿骨折受傷 士多多拜師也有騎樓的石屎和批凍摩洛 最近王朝宋玉生廣場近第二景院也有外場的石屎蟲的石屎摩洛 也有南岸花園外場的石屎摩洛 這些亂象就越來越多了 我們的團隊最近這兩年有一部將事故作出統計 在2016年有8宗舊樓發生了 即是有東西跌下來的事故 2017年到現在半年左右就已經有8宗了 還有未被傳媒報導的未有統計 即是顯示舊樓事故的上升 就有上升的趨勢了 而根據特區政府公佈的資料顯示 即是樓齡30年以上的商住工業樓宇數字不斷上升 08年有3,400多棟 17年3月有4,654棟 居安施危 上述一系列的因為舊樓失收引起的事故的統計數字 都充分說明本路30年以上樓齡的舊樓老化程度 不斷地加劇 那這些舊樓的滲漏水和結構老化的問題呢 就已經成為澳門長年累月隱藏的定時炸彈了 隨時有剝落傷人的危險 所以政府急需對舊樓日久失收的亂象提出解決辦法 雖然按照文法典第485條規定的第1331條規定 建築物的業權人是需要承擔樓宇的保存 使用及安全方面的義務 另外按現行的都市建築總章程第7條規定 建築物的業權人亦需要每五年對樓宇進行保養及維修 但是上述的法律根本就沒有強制性 那麼很多市業主可能未支出自身的義務 因此根本未能夠有效地預防 因欠缺舊樓檢驗和維修所帶來的危害 更何況現行法例雖然有規定定期延樓確維修保養 但是市民說都不知道有這個規定 尤其是舊區的居民 因為現在很多舊區很多的業主的單位都是出租用途 也因為種種的原因 未知有這條法例 即使知道之後也不會主動執行法律 更加旺論維修保養 加上很多舊樓的住戶都是基層的租戶 由於物業的所有權都不是他 他租的而已 所以他更加不會為業主去驗樓 即使有意識去預防事故發生 也都只會告訴業主 好像要驗樓要保養 至於是否驗樓和保養是由業主去決定 所以呢 近期呢 我們發現了 譬如右漢新村 那區很多的樓宇是失修了 天台是雜草重生 大廈降庚外流 所以呢 對這件事呢 我們就要提出辯論 對公眾利益 因為超過沙蓮樓的樓強制驗樓 現在關注 並希望社會能夠解除這個定時炸彈 解決因為樓宇日九失修所引發的都市危機 避免再度出現危及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亂象 多謝 請各位議員發表意見 施家倫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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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主席 主席 其實我呢 這個我是表示支持辯論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 現在的舊區呢 其實也都 成三千幾四千棟的舊樓 那現在最近報紙呢 也都經常看到我們 有些舊樓呢 確確實實是碩事剝落 不過 這個呢 這個呢 有幾個是 有兩個是 基本上是 比較難的 就是我支持辯論 不過是比較難落實的 就是因為我們基本上的 舊樓呢 是沒有業主會 第一 如果沒有業主會 可能要 業主去承擔這個費用 這個是可能很難執行 第二 如果 是有政府有些資助 不過你如果沒有這個業主會呢 就算有政府有資助 你沒有這個業主會呢 都是申請不到 所以呢 這個如果要執行 是有一定的難度 因為有很多 如果到時的費用 可能都主界市民申道 當然啦 自己的樓一定要有自己 就是有這個責任去保養 那 我是支持辯論的 梁安琪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 本人呢 過去也都多次呼籲政府呢 是推動這個強制性的炎樓措施的 過去因為流雨日久 即是失修了 不是失修 結構的安全問題呢 是導致有意外呢 是發生的 特別是七月到九月呢 這些風季雨季期間呢 石屎剝落的情況呢 是更為嚴重 那今年的風季又來了 難免會出現呢 樓宇惡場剝落和倒塌的個案 對居民和路過的途人 生命安全呢 都會構成隱性的威脅的 相信呢 通過辯論呢 可以敦請政府呢 盡快立法 包括強制落實業主 對樓宇有定期檢驗 和保養的責任 設置佛則等等 以及呢 因應本澳各區 超過三十年以上的樓宇的舊樓 建立殘危的樓宇的資料庫 以及掌握實際的情況 作出科學的決策 因此呢我都是支持 這個有關的辯論展開的 多謝 鄭穩廷議員 多謝主席 對於麥瑞乾議員的這個辯論呢 本人是支持的 因為看到呢 現在澳門這麼多舊的樓宇 現在他們究竟的驗樓 怎樣驗發 沒有業主會怎樣算 在一系列的問題呢 但是 前段時間都見到 有些鋁窗啊 跌落街啊 如果跌倒途人呢 其實在這方面呢 我想就 對於市民的安全 其實都是一個影響的 希望在通過這個辯論呢 能可以篤促政府 對於這個 三十年以上的樓齡的舊樓呢 在定期鹽樓方面呢 其實是必須的 謝謝 多謝 劉永成議員 對於今天 麥議員所提出這個 這樣的辯論動議的議題呢 我本人是 即是不贊成的 基於正話也都有同時說到 其實 你要推動一個法 或者這個法規去進行這個鹽樓 首先你要具備有一個基本的條件 現時來說 這麽多大廈都沒有這個 小業主委員會的 你怎麽樣去統籌 去配合這個政府的要求去做呢 另外一件事呢 大家都知道了 RGCU 即是建築總章程 而是修訂之中 條文入面應該是會有一個 強制性鹽樓的要求的 其實 他日如果是說 在討論這個 建築總章程的修訂階段呢 去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到時如果通過了的話 就是按照法律去執行 也都沒有需要 將這個話題再去提出 去作一個辯論的 所以我是反對這次的動議的 武議員發表新的意見 現在對 有關密稅權議員的 申請的辯論 的議決案 我們用簡單 表決方式 現在進行一般性的 是獲得通過的 現在進入 就是細則性 因為得一條條文 第一條條文 現在付表決 現在付表決 通過的 通過的 有無表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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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辯論 我們都會在8月15號之前 排時間 進行有關的辯論 現在宣布散會 現在宣布散會